全世界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是美国在采取挑衅行动 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 美国应该也必须为此负全部的责任 你刚才提到的布林肯国务卿的有关言论 颠倒黑白再次深刻的展现了美方的一些人的霸权的心态和强盗的逻辑 那就是我可以肆意的挑衅你 但是你不可以反对或者自卫 1979年美国政府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的承诺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此范围内 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国国会作为美国政府的主成部分 理应严格遵守美国政府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 美国众议长作为美国政府的三号人物 乘坐美国军机串访台湾地区 绝不是什么非官方行为 近年来 美方口头上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行动上不断的倒退甚至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不仅先后将其单方面炮制的中方从未承认 而且坚决反对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 对台六项保证塞入其一个中国政策表述 还违背仅仅于台湾方面保持非官方接触的承诺 不断的提升美台接触的水平 并且持续加大对台军售 美方出于以台制华的战略 支持和纵容台独分裂势力 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蓄意的挑衅中国 步步紧逼中方的红线和底线 美台勾连挑衅在先 中方正当防卫在后 面对美方罔顾中方反复严正交涉 自以妄为中方采取任何反制措施 都将是正当的和必要的 美方应该放弃任何打台湾牌的企图 言行一致 不折不扣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 将由美方负责 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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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达尽 达尽 感谢观看